厂商和身心障碍者的交流互动 能够提高护用的意愿 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博爱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这次在高雄大圆柏一楼举办 身心障碍职讯、节训成果和侦才活动 我们博爱职讯中心今天办这个职讯成果展 还有学员的决讯典礼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把活动拉到外面的场地 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高雄市身心障碍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职业训练 因为我们的职业训练一年自训的就有办了12个班别 那尾训的有办了13个班别 我们一年训练的容量大概将近300位身心障碍的学员 那学员在受训还没有结业之前 有很多都已经找到工作 我们帮他找到工作能够顺利就业 因为身心障碍的朋友在求职的市场上 的确是属于比较弱势 但是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 他们学得一技之长 那我们在辅导他就业 所以我们的就业力可以高达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 那就业力算是非常的高 那也希望高雄市身心障碍的朋友 能够到我们博爱之心中心来来参加我们的职业训练 我们训练之后会有辅导就业 让他们学得一技之长 更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谢谢 现场有皮贱 布衣 园艺等创意诗集 提供了免费限量手工工艺DIY 让身脏学员展现了精彩的训练成果 博信中心主任谢士琼表示 透过厂商与身脏朋友的互动交流 将有助于雇主更认识身脏朋友的多元才能 也提高了雇主雇用的意愿 18新闻王天文 陈一上 高雄 陈某岛